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在最前方的中宫便当探路先锋 须宇缓缓走上前去 随着灯光的拉近 我们也跟着看清了前面的情况 只见前方的石阶上 急急挨挨地导致很多的干尸 这些干尸身上的衣服 大毒和尸身和围一体东倒西歪 布满了前方的空间 而尸体后方 赫然已经是无法通行 无路了 一个巨大的碎石堵住了去路 豆腐将欧阳轩放到一边 吹着肩膀就说 这些人怎么全都死在这儿啊 中宫试着搬动那几块石头 发现这条通道塌方很厉害 已经完全堵死了 张文说 看样子 这些人应该是被困在此处 无路可走 所以才死在这里的 豆腐说 临死了还戴着面具啊 这个并不奇怪 很多地方的藏俗 都有遮面这一项 古代的王后将相死后 有些还会戴着玉面金额 我想这些人估计也是 自知死劫难逃 所以才戴上面具的 张文点了点头 认同我的推测 这是 中宫说 完全堵塞了 这不像是自然大方 我看 倒像是什么机关造成的 你们看 这些人死的时候都在一处 显然是有准备的 我怀疑 这个自毁的机关 没准就是他们发动的 豆腐露出恍然大悟的模样 就说 哦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可能啊 这遥防古国是毁于战乱 上面王宫里的东西 也被洗劫一空 把证是有敌人 闯入这个地方 这些人为了保护祭祀地 所以才来个鱼死网破 不好 这样 咱们该怎么出去 没想到辛辛苦苦 找到一条通道 竟然就这样断了后路了 我忍不住 骂了一句娘 就说 这条路走不通 看来还得从上面下手 不管怎么样 必须得想个办法 把那小粽子给弄下来 豆腐泄气地坐在地上 灰溜溜地说 香也请了 半点用也没有 我看 咱们几个这次是要栽了 谁会念往生咒啊 趁它还活着 提前给咱们超度一下 我踹了它一脚 让它别扰乱军心 就说 天无绝人之路 那小粽子 早先若想害我们 也不会等到现在的 我看它本意 应该不是想弄死我们 芭城是有什么用意 豆腐不怕死得泼冷水 就说 我看它的用意 就是想困死我们 然后把我们也变成粽子 留在这里陪它 电影都是这么放的 我抬脚欲踹 豆腐连忙闪躲 委屈地说 咱们都要死了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我冷笑说 但是等你死了再说 张文说 别吵了别吵了 沈兄弟 你刚才说的话比较在理 那小粽子 不像是要害人 你说他非得把我们 留在这个地方 是想干什么呀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 跟这样一群尸体 待在一起 也实在是闹心 众人于是顺着来势路 准备离开 中宫这会儿 站在石堆前 返回时 自然是拉在最后的 估计是石堆太密集 它这一动 其中两具尸体 身形一倒 便顺着石阶 咕噜噜往下滚 猛然滚到我的脚边 这尸体身上布满了石油 估计是鼻子已经免疫了 倒也不觉得有多么臭 但就在这时 我忽然发现 滚落在我脚边的这具尸体 赫然与众不同 它脖子上挂着一个 装饰品模样的东西 下面坠着一个黑色的牌子 让我眼熟 我用匕首 把那块牌子挑出来 还一露出全貌 我煞时间认出这东西来 是一块代表萨满巫师的神牌 和我之前得到的 格格尔公主的 神木芳尔环神牌 外观十分相似 只不过里面刻的东西 却不一样 我心中一动 心说 难道这具尸体 竟然也是一个萨满巫师吗 这时便听中公惊讶说 这尸体怎么会自己倒下去了 我没动啊 此话已出 众人面面相觑 气氛煞时间 变得十分诡异了 豆腐咽了咽口水 就说 难道是他自己滚下来的 紧接着便对尸体说 大哥 您找我们 有事啊 尸体当然是不会开口说话了 我让豆腐别打岔 紧接着仔细去看那块 萨满巫师的神牌 发现他内里刻着的 同样是一个螺旋形状的东西 但是这个螺旋 却和我们之前看到的螺旋图案都不一样 因为在这个螺旋中 赫然有两个血红色的东西 我指着牌子问豆腐 你说 这两个红色的东西 像什么呀 豆腐想了想 说 像一对 藏在黑暗中的眼睛 他说 看着怪甚人的 这是 专锐沉声说 或许 这就是一对眼睛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就说 你是不是认为 那黄金大门后面 很可能是活物 他神色看不出喜怒 微微点头 眯着眼 似乎在想办法 豆腐说 不会又是 困着蛟龙一类的东西吧 这时 专锐似乎想到了什么 忽然间 眉头猛然一皱 紧接着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皮 给人感觉十分的怪异 我还以为 他中了什么血 这时 却听他说 或许 我知道 那大门后面 是什么了 豆腐赶紧说 是什么呀 专锐摇里摇头 说 现在不能确定 我需要一个实验 跟我来 他说走便走 我们也只好 赶紧跟上去 虚语出了这个通道 专锐一路往前 赫然是朝着 黄金大门 所在位置而去的 我心里觉得 十分疑惑 却也知道 专锐不是一个 不靠谱的人 于是没有多问 虚语那扇黄金大门 又一次出现在 我们的眼中 我们之前的距离 大约是隔着 二十米左右 这时 专锐停下身行 忽然看着豆腐 就说 你就站在这个地方 不要动 豆腐满头雾水 但还是点了点头 紧接着 专锐伸出手 将豆腐的头灯 给熄灭了 嘱咐他不要打开 然后说 一会儿 我们基于人 都会到大门那里去 并且 我们会关灯 三小时之后 你再来跟我们会合 记住 不管出现任何情况 你都不能提前 或者是推迟 专锐的话 就跟听天书一样 我完全想不出 有任何的意义 豆腐看了我一眼 眼神明显在询问 要按他说的做 我皱了皱眉 微微点头 示意豆腐听错安排 紧接着 我们便按照计划 走入扇形大门的区域 而这一次 那些呼去夺 也没有再袭击我们 头灯的照明范围 只有二十米左右 因此站在黄金大门前 我只能隐约看到 豆腐位于光明和黑暗中的 模糊轮廓 紧接着 我们按照计划 关了灯 黑暗会给人一种恐惧感 因为人类的本性 就是恐惧未知事物 而黑暗就是未知 当熄灭的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背后凉嗖嗖的 那对血红色的眼珠子 不由在脑海中冒了出来 刹那间 我甚至有种错觉 仿佛身后的大门内 正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在窥视我 我忍不住转头看了一下 身后依旧是一片黑暗 没有什么眼珠子 然而 就在这时 黑暗中响起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明显是从豆腐 所在位置传过来的 我心中纳闷 不是让他不要动 现在过来做什么 紧接着 我旁边的砖瑞将头灯又打开了 豆腐背着欧阳轩 带着诗仙走了过来 满头雾水 就说三个小时过去了 接下来干什么呀 我看着豆腐无辜的脸 煞时间目瞪狗呆 有什么东西 猛然闪过脑海 为了进行确定 我说 小楼 你确定自己等了三个小时吗 豆腐有些生气 那么黑 又不让我开灯 要不是有木头在旁边 我吓都吓死了 变态 你怎么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知道自己长得很帅 但我不是鸡老 就算我们是好哥们 我也不会屈服的 我张了张嘴 却无法说出一句话 豆腐说 他已经等了三个小时 但天知道 我们其余人 不过是刚刚走进来 刚坐下不到五秒钟而已 这三个小时 哪儿来的 豆腐是不会说谎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走进这个黄金大门的区域之后 我们的时间就不一样了 直到此时 我终于明白 万事通的尸体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变化了 我脑海中冒出一句话 洞中才数月 世上一千年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